在今年的休赛期,爱里扎离开了火箭队,一年一千五百万美金加盟了太阳队,爱里扎的离队也是让很多火箭球迷不理解,爱里扎在火箭队效力了多年,是火箭队不可缺少的球员。 他的离队也是让火箭的实力有所下降,那么火箭队为什么放走了阿里扎呢? 近日阿里扎接受采访也是透露了离开火箭的原因,阿里扎阿里扎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了自己加盟太阳的一些细节,他说的,我的经纪人导电话给我,说是有一支球队在九点一分的时候就导电话给他说想谈谈, 美国当底时间的九点准是自由市场开放的时候,随后阿里扎说道,当我快叫家的时候,一个陌生号码打视频电话给我,我本以为是语音电话,但是当我接起来的时候,发现太阳队的管理层都在,让我受种若惊。 随后阿里扎也谈到了自己的家人,他表示自己的家人都在洛杉矶,凤凰成立的更近,并且他还表示,选择太阳是最特别的。 前景也是非常光明的,阿里扎通过阿里扎采访,可以了解到太阳队真正打动阿里扎的还是他们的诚意。 他们是最早一直和阿里扎取得连续的球队,并且也非常重视阿里扎,球队的管理层都在,正让阿里扎受宠若惊。 太阳的这个套路,也有点像勇士队的套路,用诚意去打动对方,就像当初他们得到杜兰特的时候一样,球队店老板、总经理、主教练,几大主力都和杜兰特进行了碰面,最终成功打动了杜兰特。 阿里扎二火箭队在留住的阿里扎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诚意,在自由市场打开之前,就有消息爆出火箭方面和阿里扎方面的沟通不是很顺利。 他们认为阿里扎方面的包夹太高,而这也让阿里扎没有感觉到重视,最终离开了火箭队,阿里扎如今的太阳队是一只年轻的球队,他们拥有布克,越是杰克逊,青年的壮爱盾的先负注重的球员。 相信未来的他们会非常出色的,而阿里扎也可以帮助这些年轻球员成长。 阿里扎在联盟已经效力了14个赛季,她先后效力多支球队,在胡人队时期帮助球队夺得了总冠军,如今扎盟了太阳队,希望阿里扎能够有更出色的表现。